大家好,欢迎加入智能解读股票密码频道 今天讨论一下刚美国上市的UKAR优品车 最初在中国只是一家汽车采购服务提供商 负责在批发商和买家包括低线城市的经销商和个人之间撮合汽车买卖交易 开发了一个车辆采购网络 在过去2022年前6个月 优品车收入为427万人民币 相应净亏损为1095万人民币 这次美国市场上市 公司计划以每股6美元至8美元价格发行250万股 筹资1800万美元 按照你一收购范围价格中间位计算 市值将达到3.68亿美元 那么小的汽车销售商 为什么可以在美国市场上市 你知道车辆销售外还有什么业务吗 那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也记得先帮我在下面按个赞 还为订阅关注的朋友帮我订阅一下 记得打开小铃铛接受我爹频道凯芯片通知 从各区道了解消息来看 优品车于2013年上海成立 是国内最早提出汽车整合零售服务 也是最先将多个品牌车辆销售业务及金融服务 覆盖到国内的3.四线城市企业 早在2016年 该企业就将新能源汽车超市这一个理念进行实施 开设了众多销售点 算是最早收获新能源汽车红利企业 但这几年电动汽车大规模发展看 虽然车辆续航都有明显提升 但电车使用焦虑感还是存在 而到了2019年 优品车认为这一原因存在 是因为充电设施范围跟电池故障率影响 同时快充装价格以及电网改造 都需要很大开发资源 与其不断加装充电装 不如直接设置换电站 特别对于商用车来说 换电模式还能够解决更换电池开支 充电时间 故障维修等问题 换电比充电更为合理 更为适合实际需要 所以新业务增长就放到商用车辆换电模式上 特别就是针对出租车 重卡车 轻客车这些营运车辆 采用车电分离 电池租用 除了可以减少运营企业初期资金投入 同时也解决客户对电池售后之忧虑 就在2020年 优品车正式转移业务重点 开始以罗欧特品牌开发自动电池交换站 所以U-Car也是中国内新能源板块中 第一家已商用换电业务企业赴美上市 与去年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的能链制电North U-S相比虽然两家同属新能源领域 但针对换电业务进行产业布局的优品车U-Car 其产业生态涵盖了换电技术研发及生产 换电车辆匹配与运营 以及换电云平台系统等 行业涉及面更广 业务触达面也更宽 这对一项重视技术创新与商业逻辑的美国市场来说 优品车这类具备完整产业链 也有终端业务公司 相信更易受到投资者关注 与现在充电模式相比 直接电池更换来解决电动汽车不能上问题 时间上更快节外 还能通过电池银行进行电池租赁 对客户来说省钱 省时肯定是购买电动车时的重要因素 然后目前中国国内电动汽车发展非常强劲 燃油车都逐步实现电动化 对于这样庞大市场 无论电动车辆充电还是换电业务 相信前景非常光明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最后从招股书上来看 优开尔掌握了不少换电专利技术 其优他换电模式也已经投入实际运营中 中国浙江 福建等省份建成多个换电站 亦有根方包括智能 新澳等大型能源企业合作 所以电业务已实现了数百万营收 也正是得益于这样庞大市场 优开尔具这先机成为行业风向指标 相信公司也能凭借清晰战略发展方向 明确的市场定位跟布局 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最后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我们讨论 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 再麻烦帮我点个喜欢 并且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们 也欢迎免费订阅我们频道 接收最新的财富资讯 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